哈喽大家好,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是在圣诞节了 先体验跟大家说一声圣诞快乐 这段时间呢,一直待在长沙 真的是每天被辣到生活不能自理 今天实在受不了了 准备去找一家日料来吃 对于长沙的日料 我个人是没有抱有什么期待值的 那么这一视频呢 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全长沙最贵的一家制料店 开场第一道菜就让我有一点绷不住 真的很久没有吃这么通俗的日料了 红酒鹅干用刨奶酪的刨子刨成碎屑 堆起来一座小山 你别说,还真有点好看 鹅干的小山下面是两片来自新西兰的帝王龟 记得某知名美食家说过 称称的日料店根本不会是三文鱼的暴论 我个人对于鲑鱼没有什么特别的偏爱 而且这两块没有怎么熟成过 红酒鹅干容量的口感和鱼的肉质倒是挺搭 至于味道是否提升了鲑鱼的味道 那就忍者见仁,指者见智了 第二道,澳洲的六头鲑鱼用清酒煮 跳过下一题 清酒鲑鱼可以跳过 这次带了三瓶酒来吃饭 本季土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酒造 季土的低酒精度产品线 把酒精度降到了13度 口感更加清脆凌厉 除了清酒爱好者 本季土更是可以成为初学者 打开清酒大门的钥匙 精米不合达到了50 也就是把酒米磨到剩下50%再拿来酿酒 达到了最高级的大饮量的标准 但依然标的是纯米饮量而非大饮量 现在在我们的老朋友豌豆公主上就能以超低价买到 看评论区有惊喜哦 接下来是一道汤 烤干貂配一大块冬笋在汤里 我承认对于干貂 我个人还是喜欢单纯的烤的或者猎铃烧 这道汤客观来说还是鲜美的 确实跟顶级的干貂和出汁比起来差那么些味道 但是在长沙 我知足了 接下来的刺身 长期的比目鱼卷着北海道的马芬海胆 比目鱼口感清爽 脂发量还不错 可惜海胆的品质不够好 鲜甜感不足 顶层的萝卜泥 比目鱼 海胆 构成了三重的口感层次感 如果海胆品质能更好一点就更好了 第二道刺身 一个小拼盘 富山白虾 朝鲜赤贝 只烤真雕和南奇金像鱼中南 富山白虾是我最爱的虾类之一 口感软糯 甜味出众 赤贝也是我最爱的贝类之一 冬季是赤贝最好的季节 只是用朝鲜产的品质差了些 个人最喜欢日本工程的水上港 也是瘦子之神小野二郎最爱的产地 口感爽脆 甜味清爽 真雕在冬季也是最好吃的季节 虽然我更爱几个月后的初春来吃 用喷枪来制烤 这个我是真的没办法理解 作为日本的代表鱼 顶级热料店几乎都在想办法 展现其清雅鲜美的滋味 用喷枪来喷 真的是未曾设想的道路 冬季大煎的金像鱼正是最好吃的时候 但是这个价格嘛 就别想 就算给我个一席的也不错啊 冬天吃冲绳的金像鱼 真的是全新的体验 油脂含量也还不错 鲜味稍差了些 也没怎么进行熟成 风味确实不足 这种时候只能安慰自己 吃在长沙嘛 冷静冷静 刺身吃完 来个紫苏梅子卷轻轻口 口感爽脆 酸度明亮 下一道烧扇贝 感觉不大像热料的范畴了 黄油 蘑菇剑的扇贝 表皮焦脆 中心柔软多汁 放在西餐里我会觉得是个不错的扇贝 接着是一道北海道的松叶蟹 平平无奇 朴实无法 蟹肉拆盒 沾着蟹醋吃 然后是一道天妇罗 管内的寿司店 真的是得顺应适当需求 什么都得有 天妇罗说实话 炸的水平并不算高 唯一的亮点就是这个小螃蟹 这样的炸螃蟹 我还是第一次吃 外壳完全炸到酥脆 像小零食一样 一口一个 如果螃蟹是软和蟹的话 那就完美了 茶茶人好像非常喜欢吃紫苏 菜天用紫苏抱着血鱼白子 也就是金巢来炸天妇罗 在日本的时候 吃过许多紫苏叶炸海胆和牛之类的 白子炸出来的口感还算鲜嫩 没有什么额外的清洗 另外再配上几片蔬菜天妇罗 配料倒是用了之前没吃过的抹茶粉 可惜效果平平无奇 茶香跟海鲜并没有那么大 寿司前的最后一道牛肉 现在国内的高级寿司店 好像都得高点和牛来吃 这家店是做了个和牛寿喜烧 说是A5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搭配上温泉蛋 蔬菜和云南的黑松露 云南可能有品质不错的黑松露 但这个确实差点意思 香气寡淡 把蛋戳破后 跟牛肉搅拌在一起 口感更加嫩滑 再加上寿喜烧汤汁的鲜甜 如果不干化石天主的黑松露 还是让人愉悦的一道菜 下一道酒是我们的老朋友 醉精 纯米大银酿银 金米不合50 日本酒度0 这款酒的酸度跟甜度平衡的很好 它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甜酒的感觉 日本酒度0跟甜酒还差远了 闻前来有一股甜甜的香蕉的香气 口感醇厚 非常适合搭配寿喜烧 或者烧鸟之类的肉类来喝 接下来就进入寿司部分了 惯例白胜鱼开场 第一罐黑石雕寿司 肉质软嫩 但是寿司米处理的并不算好 颗粒感很强 相对的酸度较低 这样的寿司米吃起来本身就不怎么和谐 搭配上鱼 违和感会有一点强 在第二罐油墨鱼上 这种不和谐感更明显 油墨鱼肉质软糯 甜感明显 上面增加一点蟹黄 难看鱼的话品质还是不错 可惜搭配上寿司米 味道就不尽如人意了 下一道长期的大猪夹鱼 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四神鱼 口感略脆 甜度出众 脂肪感也不错 略带一点干稻草香 现在虽然不是下修这种是大猪夹最好的季节 品质意外的还可以 跟鱼比起来 这个寿司捏的 饭还捏少了 吃起来更加奇怪 接着是来自路尔岛的湿鱼渝南 冬天寒冷的气候 让湿鱼疯狂长标正是肥美无比的季节 顶级的货 脂肪含量绝不逊色与自强于大难 我个人一般爱吃冰箭市场的 鹿尔岛还是太难了 湿鱼的品质和脂肪含量稍差一些 不过考虑价格可以接受吧 然后是北激贝 大家还特意提醒了一句 这是北激贝不是北激贝哦 北激贝肉质脆淡 加上一点柚子皮碎蟹 清爽适口清除了上一道湿鱼的肥腻 最后一款酒 塔记 塔记是在中国最出名的清酒品牌之一 甚至被人叫做日本茅台 是日本国宴选用的清酒品牌 曾被作为礼物送给过各国领导人 也是我个人非常推荐新人刚入坑喝的清酒 这个三个酒分是塔记的中端产品 只把酒米磨到剩下39%再拿来酿酒 口感甘甜 非常经典华丽的高级哈密瓜香气 就算是平常不怎么喝酒的女孩子 应该也会轻易爱上 下一道制烤的左口鱼全面寿司 这熟的寿司我应该感叹一声 真不愧是市场选择 左口鱼盲才是前菜四成剩下的 充满肥腻的脂肪感 这东西不做熟了真不大能吃 再用萝卜泥和葱来解腻 接下来的是黑松露金铲鱼大南 一夜梦回伦敦 松露加鸡香鱼南这种组合 其实并不是很适合这种价位的餐厅 这东西的存在就是为了彰显财力 人均至少3000以上的餐厅吃到 我才会觉得合理 尤其是这个季节 就应该是大街的蓝骑鸡香鱼大南 加意大利阿尔巴的白松露 普通的中南加鱼南的黑松露 真没那味 难道这也是市场选择 不敢说不敢说 倒了血子也就是烤星蔓 柔嫩肥美甜而不腻 算是无共无过吧 没有玉子烧 最后一罐寿司是海胆手卷 这乘以满满的海胆用量 好吧 我夸一句 智慧价钱了 一碗微增汤暖味 结束寿司部分 最后的甜品 柔软甜美如棉花糖的网文蜜瓜 让我想起北京某日料店 给一份蜜瓜就要300人民币 全蛋吃完不化过酒水 套餐单人花费1380 觉得值得前弹幕里发一 觉得不值得请发二 OK那最后回来 来给建议店做个总结 在我没有抱有很高期待值的 情况下 这家店给我的感觉 竟然意外的还不错 但是结合价格来看的话 在长沙这个消费市场 还是性价比偏低 毕竟1380的价格 就算放在上海 也不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 不像湾豆公主的清酒 便宜到大家可以买回来 天天得爱家里喝 好的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喜欢 还请多多点赞投币 收藏赞里 不要忘记点个关注 以免错过更新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